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今天来继续讲解 过零检测电路的第二个作用 就是在可控硅调速电路中的应用 那么在讲这个电路之前 我们对上个视频的进行一个补充 为什么补充呢 是因为有一个粉丝朋友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喻 上个视频我跟大家讲了 当这个220V的交流电 在这个零点电位的时候 去打开开关或者关断开关的话 不会对这个电路造成冲击 他就给我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就和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 我们去换挡 去加挡或者减挡的时候 我们都是拆下离合机之后 把油门给松掉 让发动机的转速 在比较低的时候再去换挡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保护车辆变速箱的作用 其实他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 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过零检测电路 在可控硅调速电路中的应用 因为这个电路在我们生活中 应用的比较广泛 像我们空调内风机的调速 都是这个原理 这个电路 那么要听懂这个电路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可控硅调光 或者调速的这个东西的原理 如果大家不清楚这个的原理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大概在10天左右之前发的 非常详细几个视频 讲了这个可控硅的调光原理 当然我们这个可控硅是通过我们手这种模拟量 控制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来控制的 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以空调为例 通过我们遥控器 对这个空调内机版的单片机发出信号 然后再通过单片机来控制这个可控硅 那么为什么我们通过单片机来控制这个可控硅 就是针对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长和时间短 那么如果充电时间长 那么它触发这个可控硅的这个时间就越长 那么它这个时间是指哪个时间呢 就指我们这个交流电 我们交流电不是一秒钟50个周期吗 50赫兹 那么一个周期等于0.02秒 当然这里我为了给大家便于讲解 我们假设一个周期是20秒 20秒 那么我们这半个周期就是10秒 这边半个周期也是10秒 当然这是为了给大家好讲解 打了个比方 那么我们如果是这种的话 我们通过手动调节 比如说现在这个 让它充电充的比较慢 那么它这个时间 充电对这个电容充电时间越长的话 那么它的可控硅导通的时间就越短 是不是越迟 那么这个可控硅电阻调的越小了 就是对这个电容充电越快的话 这个导通的时间就越早 那么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个 来触发这个可控硅 在这半个周期之内 导通的时间的早和晚来控制 这个后面负载的 如果是电机的话 是风机的话 就是控制这个风机的快慢 那么像这种 我们是通过手动模拟量调节 它就直接想调到哪里 就是哪里 那么我们如果通过单面机来控制的话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需要 需要这个可控硅在5秒钟的时候 开始导通 那么这个5秒钟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因为我们的单面机 虽然它有精正 时钟精正可以计数 但是它要有一个 技术的基础 就和我们说 我们现在 今天现在是 晚上22点 10点钟 那么我们这个10点钟怎么来呢 我们是从凌晨0点钟开始计时 一直到 过了从0点钟往后 22个小时 就是我们晚上的10点钟 那么同样 我们实际上 这个5秒钟计时的话 是从这个0点开始计的 那么从0点开始计的话 往后5秒钟 就是从这里开始导通 这个可控硅 都起到了对后面的一个 调速的作用 那么如果我只要3秒钟 那么这个速度就会更快 那么假如说 我需要从它8秒钟导通 我就从这个0开始 0 1 2 3 4 5 6 7 8 到8秒钟开始导通这个可控硅的话 那么这个电机的转速就会更慢 那么所以说到 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我们这个过0检测电路 实际上就是 让这个单面机 在控制这个可控硅 导通时间的早晚 提供了一个 这个参考 参考点 一个基准点 一个起始点 应该说是起始点 这个我也描述不好 当然我这样一说的话 大家肯定就会明白 那么所以说 我们这个过0检测电路 在检测这个单 这个交流电 这个交流电的过0点的时候 这个过0点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 单边机在触发 这个可控硅的时候的 一个计时的起始点 假如我们用户 刚才说了 用户调格时间 让它从5秒钟才找到 那么它就从这个过0点开始计时 当然这里是一样 计5秒钟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也是计5秒钟 因为之前我给大家看到 那个试波器 那个过0检测电路 那个 展播之后的 这个波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形 是不是 通过可控硅 当然这个波形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电机 假如是电机的话 就电机转速最慢的 一个时间 那么其实它这里 是被这个 单片机 我们如果是在 应用在这个电路的话 它这个 我画的这个虚相位 是被这个单片机 把这个时间延迟掉了 它就单片机控制 从这个地方开始导通 那么假如从这里 到这里是9秒的话 那么就从这个 0电位为时间 为开始时间 为参考时间 起始时间开始 寄到5秒钟 从这里开始导通 这个可控硅 那么这 从而起到了一个 调节内风机 转速的一个作用 当然我们调节内风机 转速的作用的话 还有的是通过继电器 就和我们风扇一样 有几个档位线 当然我们这个电路的话 我们是单片机 MCO 控制可控硅的调光电路 可控硅在控制电机 那么当然我们的电机 肯定还有反馈 在这里我都不细讲了 当然如果有的朋友 想了解这一块的话 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就专门再给大家 拍一个视频 来讲解一下内风机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几种内风机 内风机来调节这个速度 包括用这种可控硅 是怎么接线 怎么调 它是怎么反馈的 或者是通过这个 机电器是怎么来调节的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